哈喽,大家好,我是Drangle 今天呢,录一期是新吧 兑现一下对大家的承诺 因为前两天在群里说老是要录视频 就忽略过去 因为最近在收拾家里面 准备去卡加还有埃德蒙顿 温哥华去玩一趟 晚上两三个月吧 看能不能有机会去 以后去美国也玩吧 到时候申请一下那个 美国的旅游签证 今天我坐在地上录视频 本来想让我的狗在这边 但是他现在在这趴着 看,拉提,看 看,看 看,看 这期视频呢,主要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那个 就是申请那个 省其名 包括还有PR的时候 他要求你提供这个 在国内的工作证明 都需要哪些东西 因为他这个东西 有一定的,就是他们的规则和制度要求嘛 首先呢,你这个必须是一个公司的抬头文件 像国内的话就是红头文件 然后,你需要有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结束 你的工资是多少 然后,你的职位是什么 然后,等等 还有一些 你公司的这个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的地址 公司的邮编 还有公司的名称 所有的这些资料 包括如果公司有网站的话 公司的网站要写到上面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证明的下面 要把这个附上 这是他们的要求 很详细 我到时候把这个相关的链接 包括 相关的链接放到下面吧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或者我把那个文字复制一下 直接切到里面 我不知道能切进去 还是放个链接吧 链接的话 这样大家,如果人家有什么变动的话 大家也能看得比较清楚 都是会有 嗯 还有就是 有很多人 他就是比较忽略了这个 就是自己开的一些工作证明 假如说是 会有 就漏掉了 假如说工资呀 或者是漏掉了一些公司的信息呀 等等 这些东西 Sit Sit Good boy Good boy 这是我的狗 一个狗 另外一个叫Cooper 这个叫Lati 是一个Standpoder Come Good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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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这个视频比较短 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 因为 嗯,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大家 嗯 申请的时候 会是一个 就不用你重复的去弄 所以我就没把我的那个 嗯 嗯 谷歌语言盘里面 把我的那个到时候一回 做一个模板吧 做一个模板 就是简单的模板 就他需要的资料啊 什么东西 一个模板的时候 发到这个谷歌语言盘里面 大家 我都做成一个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的 你就大家都可以下载 下载下载下来以后 大家就可以进行 相应的更改 这改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你觉得那个自弃啊 或什么不漂亮 不符合你们公司的标准 你可以把那个内容发给他 大概需要什么内容 让你们公司的人力资源呀 或者是综合办公室的人 像我们以前就是这些 这些同事会帮你处理这些 嗯 那我觉得我在开的时候 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工作 都留了那个人力资源部 包括同事的微信 直接微信 你家人他们帮忙开一下 一些公司还挺好的 就会按照我要的格式 会给我开好盖章 然后扫描 扫描 扫描彩彩彩色的 然后发给我 这样就行了 嗯 因为我弄是中英文版本的 这样的话 你也不用翻译 直接上传就行 嗯 今天就聊这么 这期就聊这么多吧 呃 答应大家的要更新的内容 还是要更新的 不能说是 老是拖欠 嗯 还有 还有一个 我在在路另外一期视频 下期视频讲一讲这个 在大鹅厂 不是大鹅厂 在在在在那个叫啥 蘑菇厂工作的情况 大鹅厂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吧 蘑菇厂还是比较累的 而且好多人想了解在蘑菇厂是怎么工作的 我没有进去过 我一会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我朋友跟我讲的 好吧 这一期是一个比较短的视频 因为 现在 嗯 移民的这个 嗯 事情也就这样了 因为 他总共需要的东西也不多 资料也不多 嗯 嗯 后面的话 就看大家对 嗯 如果想更了解更多的东西的话 去下载我的那个 am 我的app里面有关于详细的 这个 目前是有详细的关于 曼省移民的 部署 好多人对这个 曼省移民还是不太了解 包括对移民加拿大不太了解 包括对fsw这些 就是联邦技术移民的这个情况也不太了解 昨天有一个人说这个很容易啊 很容易我就满足了就能移民 但是实际上 他 聊到以后 他发现他都这个 连续持的条件也打算满足不了 其实 嗯 所以大家要 认真的去看这些资料 因为他就是一些相关的政策 这些死板的东西 你想去看的话 想去了解的话是很容易的 如果英文不好的话 我那个里面有中文版的 大家去直接把手机系统 摔成中文的话 他中文的资料也会显示出来 好 这些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移民的路上 我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帮助 哎 还有如果说有人想去办移民也可以联系我 嗯 我可以给大家 嗯 我有合作的公司可以给大家 嗯 去 推荐 因为我是经过我去考察过的这个 这些公司都是 不是说是胡乱的来给你推荐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都是比较靠谱的 好吧 今天就到这了 又说到一遍 see you 嗯 嗯